曾经灿烂夺目的唐朝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进入混乱时期,朱文亲手埋葬了唐朝,建立了后梁,但是原本属于唐朝的很多其他分镇,根本不接受朱文的统治,他们纷纷独立,有的称王,有的称帝,有的则想跟朱文一决高下,好好的一个大唐朝一下子分裂成好多个小政权。 这些政权里面最强大的,当然还是占据唐朝核心地带的后梁,不过后梁只坚持了15年,就被后唐所取代,然后是后晋,后汉,后州,连续五个朝代,加起来才有53年。 这五个短命的王朝统称为五代,五代只控制了中原地区,在它的周围还有许多小国家,其中实力比较强的,统治时间比较长的,有十个,统称十国。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四分五裂的大分裂时代。 五代十七,藩镇仍然是历史的核心问题,后梁的皇帝朱文本人固然是藩镇,他的手下也有很多藩镇,而这些藩镇呢,往往也被自己的手下所控制。 比如说吧,义武节度时,王楚直就是割据一方的藩镇,他所管辖着相当于今天河北地区的一大块地方。 朱文对他根本无可难和,但是到最后,王楚直竟被自己的养子王都给杀死。 王都杀掉义父之后,为了挽回自己的名声,也可能是出于愧疚,就在河北曲阳给王楚直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墓葬,就在这座墓葬里边出土了最引人注目的五代王。 国家博物馆展示了一件守目五世的彩绘浮雕,而它就出自王楚直幕。 这位五世身材魁梧,体态雄壮,连肩上立着的这只口含宝珠的凤鸟都显得威风凛凛。 往下看,五世的宝剑正好放在一朵花的中心,而顶着这朵花的,则是一只像牛一样的神兽。 从这些组合来看 武士的形象应是来源于佛教的天王 不过公教把天王脚下的夜叉换成了神兽 武士的表情也比天王养和善从容许多 但你能想象到吗 这件武士浮雕曾经被盗墓贼盗了出去 流落到了国外 国家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追回国内 另外还有一块武士浮雕 也被买下他的国外收藏家还给了中国 这对国宝级的五代浮雕才算完毕鬼诈话 王储植墓中的文物 当然不止这对武士 河北不愿收藏的这块巨大的浮雕 更能体现他的奢华 和武士像一样 他也用曲扬当地出产的汉白玉雕成 上面一共刻了十五个人物 组成一支完整的乐队 乐队最前面是一位表情严肃的 这个人穿的肯定是男性的衣服 至于本人是男是女还是女扮男装 说实话不是很好判断 他的手里拿着一支木棍 可能是乐队的指挥 通过上下挥动木棍来掌握音乐的节奏 指挥的后面是十二位女乐手 分成两排 我们先看第一排 第一位双手捧着 正在吹的乐器叫声 第二位正在弹的巨大的竖琴 你可能还记得 这叫空猴 第三位正在弹的是鼓针 鼓针实在太长 放在一高一矮两支方凳上 第四位站在乐队最显眼的位置 他怀里抱着的当然是琵琶 第五位两只眼睛微微闭起来 好像陶醉在音乐声中 他手里拿着的叫拍板 第六位最有气势 他面前放着一支大鼓 只见他手拿两支鼓锤 一支高高举起 一支正在敲击 好像能听到正耳欲聋的鼓声 后面一排呢 第一位右手拿着一支小锤 正在敲击一种乐器 这叫方响 由十六根铁片组成 敲起来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 第二位拿的也是敲击乐器 这叫达腊鼓 是西域传来的一种乐器 敲起来发出哒啦哒啦的声音 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字 第三位和第四位的乐器相同 连姿势表情都一样 他们吹的是碧莉 也是西域传来的 第五位和第六位也一样 他们吹的是横笛 好了 乐队的成员就介绍完了 诶 你懂你懂 这两位个头这么小的 他们应该是跳舞的侏儒 在古代也常常作为表演的一部分 再看整个浮雕 线条流畅 色彩富丽 人物庄重丰满 虽然是五代的作品 但是还残存着一些盛唐气息 堪称唐代雕塑风格的最后一座高峰 但是再豪华的墓葬 也遮盖不了五代时期 父子相残的血腥历史 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 到后周的时候 出了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他就是周世宗柴荣 他对内积极改革 对外开拓江土 满目疮痍的国家 稍稍有了一点起色 后人认为 周世宗是五代十国时期 少有的明君 可惜了 他只活了三十七岁就去世了 皇帝由年仅七岁的儿子继承 但是那个所有人都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时代 七岁的小朋友 怎么可能守得住江山呢 仅仅过了半年 大将赵匡应就黄袍加深 取代了后周的统治 也结束了五代的历史 至于赵匡应建立的新朝代 我们到第六季 再细细讲白